大家好,我们上节课已经完成了用户模块的添加功能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要把我们添加的那些用户信息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查询出来 然后渲染到我这个对应的模板文件里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完成的这个查询功能 那首先呢,来打开我们这个TP5框架 我们定义的这个查询的方法呢,是这个list 我们可以先来访问一下 好,在这里边输上我们的地址3w.tp5.com 然后后边是跟上我们的模块 然后控制器,下面的list的方法 好,这方法并写错了是吧 好,来改一下list 大家来看,现在呢,我访问的是这个页面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数据都是这个模板文件 已经提前给我们写好的,是静态的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里面都有哪些用户信息 好,进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PSP,MyAdmin,然后SyncUser,来看一下 目前我数据库里面呢,有五个用户信息 但是我这个模板页面里面,它仅仅只有两个用户信息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模板文件来看一下 list.tml,大家来看 它这个数据呢,是静态的,是提前为我们写好的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的数据从数据库里面查询出来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把这个数据渲染到我这个对应的模板文件里面 那我们呢,就来实现一下 第一步,我要把数据从数据库里面查询出来 把查询出来的结果呢,要分配给一个对应的变量 我们分配给$Data,然后$Data,这等于我们的User Model,调用一下我们这个O方法 这样子呢,它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数据从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给查询出来了 我们也可以来打印一下,大部分一下这个$Data 然后下面的代码就不给执行了,代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大家来看 现在呢,我就把我所有的用户信息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查询出来了 查询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二维数据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分配一下 分配了之后,我们在这个模板文件里面,我要便利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把数据给分配一下 $this,调用一下这个额赞方法 assign,然后呢,第一个参数是我分配过去的名字 第二个参数就是你分配的参数 好,来保存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数据在我们这个模板文件里面来进行一下循环输出 我们循环输出的话,我只要保留一个TR就可以了 我们循环输出呢,TP5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方法 一个是view list,一个是for each,那我们呢,就用这个for each来实现一下 for each,$data,然后s$value,然后下面这里,你要有一个闭合 for each,然后这里面每一个用户的ID,你都要用我们这个value这个对象的ID属性来替换 然后这里呢,同样这里要是$value.name,然后这个是密码 就是$value.value.password,然后这儿呢,是我们的邮箱 $value.mail,这个是我每个用户创建的时间 那就是$value.name,那就是$value.name,那我们呢,再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来看一下,大家来看,现在呢,我所有用户信息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都已经查新出来了 然后呢,也展示到了我这个对应的页面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用户的信息特别多的话 我这样展示在一个页面里面,是不是查询出来特别不方便啊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前面学习过的这个分页 TB5框架呢,它为我们这个分页呢,也提供了一个方法 那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手册来看一下 在目录这里,杂项这里面有一个分页 好,分页呢,它主要用到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paginate 调用这个方法,它就能够把我们这个数据 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查询出来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是你每页要显示多少条数据 第二个参数就是总的记录数 也就是说有多少条数据要展示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调用一下这个 通过查询出来这个数据呢 你要去调用一下这个render这个方法 然后获取呢,这个分页的显示 也就是说你当前这个数据是在第几页里边 然后我们要把这两个变量再给渲染到我们这个对应的模板里边 好,OK,我们就用这个分页再来实现一下这个数据的查询功能 好,那回到我们这个控制器里边 把我们刚刚这段代码给大家注释一下 然后下面呢,我们再来写一个方法 注释就是通过分页 显示数据 好,首先呢,同样我们也是得到一个数据 到这儿,通过我们这个模型 有点model 调用这个 pagenate 这个方法 来看一下 page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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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边呢,传入你每页展示多少条数据 第一个仓数是这个 我让它每页显示三条 然后呢,我要获取这个当前的这个页码数 dollar page 通过我们这个dollar data 去调用一下 另外一个方法 render 这个方法 大家来看一下 render 调用一下 在哪呢 这呢,render这个方法 indr 然后呢,再把这个页码数 分配到对应的模板文件里边 就可以了 然后dollar this 调用一下这个assagin 我赞 assagin 我赞这个方法 然后第一个 同样是要把这个数据给分配过去 第二个仓数是我们的变量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还要把这个页码数给它分配过去 配置 然后第二个仓数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值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调用一下这个fetch方法 retend dollar this fetch 把这个页面给渲染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现在呢,我数据分配过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不能直接刷新 我们要把这个页码数也给它展示出来 要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dollar 配置 OK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了 大家来看 现在 我总共有五条数据 然后呢 我这里呢 就显示了两页 目前显示的是第一页 那我点二的时候就会显示到第二页 我们呢 可以多添加几条用户信息 大家写一个用户 赵永庭 然后密码123456 123456 然后邮箱 赵 at qq.com 提交 然后再来添加一条 现在六条了 我看我如果说有七条 超过六条 他会不会有第三页 然后 赵文卓 密码123456 123456 然后邮箱 赵文卓 at qq.com qq.com 邮箱不对 好 我们来提交一下 好 大家来看 现在我这里是不是显示了三页了 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tp5 这个分页的功能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完成了这个数据的查询 就是两种方法 一种呢 是不通过分页实现 一种呢 是调用一下我们tp5 为我们封招好的这个分页 来查询我们的数据 然后来展示 好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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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